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老师如果要登入到新北市青师生平台 可以先到Google搜寻新北市青师生平台 好点到这个平台的画面 按右上角登入 那在登入的时候会需要输入你的 效务行政的账号跟密码 登入以后 在你的界面右边这边就会有老师的名字 往下移动 这里会有 停课不停学的专区 那我们一样先进到谷歌云端 应用服务入口 这个箭头点一下 这个箭头点了以后它会导到Google的Mail 这是以教育局为Domain Name申请的服务 那每个老师都会有 那Google的所有的服务这里面都会出现 那我们一样就点到Classroom的地方 进到Google的Classroom以后呢 老师可以去新增你的课程 像我已经在上面每一个班都开设一个电脑的课程 那你要新增课程的话 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建立或加入课程 加 那我建立新的课程 假设 我建立一个行政 电脑课 行政电脑课 单元名称这些可以自己在边写 建立了这个行政的电脑课程以后呢 等它一下 好 然后在课程这里面 就会有讯息串课堂作业成员成绩 那我们就可以去把成员来加入 例如 现在你是老师 那你要邀请学生的话 你可以点这个邀请学生 然后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输入所有学生的email 那学生的email 我看一下我把它放在哪里 学生的email 各班的email 假设我要邀请这所有的班 所有的学生 702班所有的学生 我就把它的email全部复制 然后回到这个地方 把贴上 贴上以后它会变成一长串 所以我们在最后一个使用者的 跟前面的使用者之间 按一下enter 好 它就会把它所有通通分开来 每一个学生 我们只要送出邀请单 他就可以接收到 这一个课程的邀请 好 那 在课堂作业的部分 老师可以在这个地方建立 例如 我要在这里建立新的作业 好 也可以是选择资料 那我们先建立作业好了 好 标题 标题输入 呃 行政 电脑课 第一次 作业 好 输入说明 那我就一样就好了 请记得 佼佼作业 好 然后 我可以新增 档案 可以是连结 可以是档案 例如我加入照片好了 上传 在电脑里面选择档案 例如我要教他们写程式的档案 好 我就把程式的照片贴上去 然后也可以加入 也可以 这个上传 我要传三张照片 好 好 也可以加入连结或YouTube 那我加入YouTube 好 YouTube的话 我就去找到我需要的YouTube的影片 好 我把他的网址复制下来 然后贴上 按这个搜寻 好 他会去搜寻到这一个影片 好 我选这个影片把它新增上去 然后就可以新增影片 好 那 这里 截止日期 你可以设定你的作业什么时候截止 学生要教 好 例如 这是今天的 那我就 今天截止 时间 选一下 看你觉得几点 下午11点 那我就下午2点 14点 这样 好 设定 截止日期是明天 我如果选今天好了 今天下午 截止 OK 看你要 那你如果要建立评分表 就 建立评分表 可以在这个地方做 对所有的学生都派出作业 好 然后完成了以后 就可以点出作业 好 那 出了第一次的作业 学生缴交作业 我就会缴到这一次的作业里面 这样 好 那信息串上面呢 信息串上面这边 所有的 对话 例如你向全班 宣布 在这个地方 好 好 假设这样 就是说我希望 上课的时候 确定学生都上线 有在看 所以请他们回复答右 那 这样的话 学生看到讯息串以后 学生的回复 都会在这个留言串上面 会显示出来 那你可以知道说 有哪些学生 目前有上线 代表他有在看 这一个画面 这样 那至于 课堂确定学生什么时候 上线 什么时候没有在线 也可以利用 这个宣布 跟所有的学生 请他及时回答 讯息 代表他有在看这个画面 OK 好 好 那我们这一次 课程先到这边